觀看這一題 他振興在股票市場裡買進賣出頻繁 假設每星期結算都損失該星期出資的2% 也就是說假設他一開始他資金是P0 經過一星期以後他損失了1-2% 那就是經過一星期以後的資金了 剩下這麼多 然後他說每星期都損失2% 那麼他說經過一段時間以後 這個振興已損失超過原資金的一半 也就是說他剩下的經過N星期以後 經過一星期以後他錢剩下這麼多 再經過一星期以後他錢剩下這麼多 那依此類推 所以經過N星期以後他的錢剩下這麼多 然後他說損失超過一半 那損失超過一半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已經就少原來一半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他會少多少呢 原來一半 原來是P0嘛 那乘以二分之一 好那麼他問說 則正行進出股票市場至少幾星期 他問這個N的話至少多少 那這樣的話我兩邊P0可以給他約掉 那我兩邊給他取對數 就N乘以LOG 一減百分之二 就等於百分之九十八 那這小多少呢 LOG二分之一 就乎LOG二 這樣子 好那這個等的話 這個是等於 LOG98 98的話 98等於多少 98是等於2乘以49 7的平方 所以這個是LOG2 加上兩倍的LOG7 再減掉2 小的這個 小的這個 有M 小的LOG2 好那我兩邊給他除以 除以一個 因為這個是小0 所以我就想著 兩邊除以一個小0的數 N的話 就多少 它就會大了多少 大了 那我兩邊給他呼呼得證 這個要頂跑過來 這個要加5號 這個要加5號 等於是這樣 就是說 兩邊的話 因為這個是小0 所以是大了多少 LOG 2加2LOG 7-2 戶的LOG2 這兩個都小0 所以這個是等於多少 我讓上下給他取個正號 就變成LOG2 上下乘以戶1 就2 減掉LOG3 LOG2 再加2LO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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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這個 它是說 0.301 那這個呢 它是說 多少 0.8451 0.8451 這樣算一算 比多少 我們計算一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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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 0.301 2減掉0.301 加上兩倍的0.8451 0.8451 0.8451 那這樣的話 等於多少 這是 0.301 除以多少 2減掉0.301 再減掉2 乘以0.8451 等於 34.2 這是34.2 它說超過 所以N的話 大於等於35 最少35 過了35星期以後 它損失的資金 就超過一半 所以答案是35星期